当地时间11月24日,巴黎湘西丽社大街,遭遇大规模示威活动,数以千几示威者聚集在街上,设置了不少路障,街道交通完全陷入瘫痪。 法国警方当天在湘西丽社大街附近,与大批示威者对峙。 示威者在湘西丽社大街附近点燃的大火中心设计者黎阳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